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PuPuDonna的秀慧 那我主要負責的是場景製作 超偶級串片 那在最一開始製作的過程中 我們遇到很多困難 製作草皮的時候 也有試過很多方式 然後最後我們選擇了 木屑加顏料加白膠 那在第二個場景的製作方面 商人量身打造的控制台 因為我們商人的腳比較大 身體比較短 如果我們是做平面的話 它會卡住 所以在裡面這邊做一個凹洞 讓進去的時候 手可以剛好再控制這些東西 偶的部分 我們選用的是矽膠當作它的皮膚 操作到最後會有破損 搶救方式是用棉線把它纏起來 拍攝完再進到電腦裡面去修圖 大家好我是PuPuDonna的指導老師 在指導他們的製作主要是分鏡表 還有劇情的發展上 那其實他們這個偶動畫 視覺上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在整個故事的發展過程中 為了要配合像他們這種發話 還有視覺上比較強烈的故事 這個指導上 我們就往這樣一個比較幽默 有趣豐富多彩多姿的方向進行 那其實因為拍攝有動畫 它的工程其實還蠻好大的 所以在片長還有分鏡頭的控制上 也必須要給他們比較多的協助 所以他們的分鏡頭的部分 我是一個鏡頭 隨著他們的劇情 足夠跟他們進行討論的 在拍攝的過程中 要隨著分鏡表還有分鏡頭 去協助他們在搭景上 去思考他們在搭景還有製作上的時候 或怎麼跟分鏡頭的取景 還有攝影機運動做配合 那以免他們在分鏡的繪製上的時候 到時候跟他們搭設現場的場景 沒有辦法契合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花了比較多的力氣 在跟他們進行討論 那像他們在整個主要場景上的話 做這麼大的話 都是因為要配合分鏡上 可以做一些運鏡的運用 場景搭建好之後 在後面的拍攝過程中 就比較沒有遇到這麼多的問題 那也很高興他們最後 可以把這個專題順利的完成 大家好 我是Poofoo Donuts的靜宇 在這次偶動畫製作 我負責的是美術設計和角色製作 我們對偶動畫這個題材 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就想說能不能把平面的插畫 轉為立體的偶動畫 然後在嘗試從平面的插畫 轉為立體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些差距 比如說像是偶的大小比例 因為偶必須要操作 四肢要會動 這就要顧慮到手掌大小重心的問題 間接的影響到材質應用 在我們的造型上 裡面有很尖詐的傷者 和很淡定 很喜歡吃東西的小怪獸 所以我們就把傷感設定成 倒三的形狀 因為倒三角形 會讓人家感覺像是有小鼻子 小眼鏡 大眾的心理會認為說 這樣子的人比較尖詐 在小怪獸呢 我們是運用兩個圓形交疊 上面是小圓 下面是大圓 這樣子讓大家看起來 它是一個比較笨重啊 有點可愛的小東西 我們在裡面的元素加入了圓虎 因為如果直接用一個倒三角形 這樣的形狀 會有失我們本來想要 引造的插畫風格 大家好 我是噗噗中的老師的指導老師 在這一組指導的過程中 他們從故事發想 跟他們想要創作的素材裡面 在討論的過程中 就非常的有趣 那也激發了我很多的想法 在一開始面的構想上面呢 就有很多色彩性跟趣味性的畫面 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把平面插畫風格 轉換成立體的偶動畫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欸這個可以來試著嘗試看看 他們呢也可以很成功的 將自己的對於平面插畫的概念呢 把它立體化更進階的 將它動態化去完成這一部動畫 所以這個東西不僅僅是他們 對於一個平面插畫的創作而已 然後更進而將這個平面插畫 立體的動態呈現出來 那除了在這些方面之外呢 他們在製作偶的時候呢 也對於材質還有形態 對於視覺的變化 也做了不少的嘗試 當然最後呢 希望他們可以藉由這一部動畫 去完成他們在高中生涯裡面的一部代表作 大家好 我是瀑布東達子裡面的玉華 我在這裡是負責顏色配置的 在我們森林的場景是屬於偏亮色系的 然後我們的控制台是屬於偏暗色系的 這樣才可以跟森林的明亮系呈現對比 然後我們小怪獸是使用藍綠色系 為了要呈現出它奇特的感覺 我們的商人為了要呈現出高貴優雅的氣息 所以我們使用了紫色來呈現 也營造出了它神秘的感覺